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吃你吧 说完哥斯拉张开血盆大口 朝我直接扑来 我命休矣 既然无力反抗 那就只能闭目享受吧 没想到我老杨今天竟然会 只是我等了半天 并没等到疼痛的感觉 反而听到一阵猥琐的大笑声 笑死老子了 笑死老子了 神 神马情况 知道为什么我叫黑暗哥斯拉吗 因为我只对黑暗生物感兴趣 越是邪恶黑暗的生物 我越喜欢吃 竟然是这样 万万没想到你是个正派人物啊 哈哈哈哈 你太天真了 你是有着无邪之心一族的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才是你们一族真正的缔造者 也因为这个 我才和你多说几句 毕竟吃掉自己亲手制造的后代 想想就让我兴奋啊 什么不可能 我爷爷告诉我 我们的原脉是当初那陨石分化之一 怎么可能会是你缔造的 克苏鲁古神 可是宇宙中最强大邪恶黑暗的生物 他输出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你们这样正能量的一族 想当年我可是一只纯洁善良的怪兽 强大无比的我突破了地球 在宇宙中开始四处游历 再后来 总之 我不得不臣服于克苏鲁古神 他在那个方位放出陨石的时候 我就猜到了会被地球吸引 我曾经生活的地球 将会变成一片黑暗 那时候天真的我偷偷把自己的天原之星融进了陨石里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有你们无邪一脉维护着地球 不过想想真是太天真了 哈哈哈哈 只有黑暗 才能让我真正无所畏惧地强大起来 所以我现在只对黑暗生物感兴趣 我会抓住你 让你慢慢变得黑暗邪恶 再吃掉 黑暗之力可以加速我的成长 到时候我就可以 啊哈哈哈哈 竟然是这样 听说他是你老婆啊 那你一定非常在意他了 如果我当着你的面把他吃掉 你一定可以变得黑暗起来吧 不不要啊